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播客晚会 这是我从网上买的一款绑勾器 把鱼够的手动绑勾器 看下它究竟好不好用 是不适合新手 然后具体是用勾号情况怎么样 下面我们来测评一下 下面我们来开箱 内板钩是一个盒子 这个是一个说明书板 这可能是工具 这个是一个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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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备用螺丝 整个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全装还是比较流畅的 这个是可以拆开的 然后这是卡一个的地方 这一个螺丝刚刚还有一个备用螺丝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卡余钩的情况 这里有三种余钩 我们分别来测试一下 它这个上面有个说明书 上面有个说明书 这个使用方法 这个是二号的秋叠湖 然后这边这个大一点的余钩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这大钩肯定是蛮问题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二号的余钩 它能不能卡进去 一般我们用扳钩器的话 都是来扳这个小钩的小钩 卡锅的时候把这个弄开 不然的话比较难卡的 压下去 压下去就可以把这个鱼钩放进去了 不过这个小钩还是比较难放的 这样 放这里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一直之后看一下这个 牢固性 牢固性还可以 牢固性 没有松动 也是可以卡进的 然后就是拿出鱼线了 这个小钩的话 我们用这个0.8的一个纸线 0.8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鱼线从这里卡进去 从这个鱼钩下面绕过来 一定要从下面绕过来 然后卡到这个槽来 可以保留一点距离 拉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副外 下面经过这边一定要压着 然后卡入这个槽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开始板钩 先它都像这样的 转动一个 好 转动一个 两圈 一圈 两圈 它转到两圈之后呢 就是把下面这个线呢 勾到上面去 就让它从上往下 擦了 从上往下擦了 就会把它们放在一起 就要把鱼钩 放在一起 就要用这个鱼钩 就要用这个鱼钩 变成几片 感谢观看